從日常生活用品、趣味遊戲到小吃等包羅萬象 大人小孩穿梭在各個攤子裡尋寶 家福東暖慈祐園遊會 今年在多家企業社團及民間團體等踴躍參與下 熱鬧舉辦 買東西又能做公益 吸引相當多的民眾參與 他自己的那個筆記本 滿有意義的 就是有些東西积在家裡的 這些可以就是再拿出來再易賣這樣子 南投家福重心每年接會在年底舉辦園遊會 熟慕明年度的輔助經費 除了提供政黨休閒活動 也鼓舞貧困弱勢家庭 期盼社會各界匯齊愛心 協助福佑工作順利推展 多謝很多熱心丹尾的贊助出台 所以今天外公的鄉親 慢慢地來鼓掌 這裡也是一個公共 透過這個外公 我們也希望我們大家的鄉親 遇到需要關心的家庭 會用介紹來加富重心 要在到更加急時 都比較完全的服務 當然我們也希望有力量的人 可以透過加富重心這個公益的平台 大家來關心我們地圍 或我們地圍都比較溫馨和樂 主持人賣力拍賣各項意賣品 經濟不景氣 往往最容易被忽略的 就是弱勢公益團體 出席的議員們 也致感謝所有參與的企業及社團等單位 還有民眾們的共向盛舉 讓安心能夠黏黏延續 現在實驗也不錯了 總是大家可以盡量出錢出錢 來幫我們這些職勢 其實我們家庭中心的家庭 他們很多這些孩子 或是家庭的使用 需要我們當地來幫他們幫忙 他們也都感到非常的溫暖 感到社會上有情有義有愛 這樣我感覺我們繼續來基盤 帶動我們需要幫忙這些小朋友們 真真正的體會到 有領受到 這是我們當地來助長的目標 副議長潘一全表示 因為有大家的付出 見證了社會溫馨良善的一面 藉由這場安心園友會 除了提供做愛心回饋社會的管道外 也讓民眾度過一個充實又有意義的一天 民意新聞洪一輪 玻璃採訪報導